你好 欢迎收看3月2号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陆宇贵 农水鼠花馆处瑞西镇调节池 位在万荣乡侯叶村传统领域范围之内 不过水资源却是直通瑞税地区农贯使用 侯叶村广大农田无水可用 只可以荒废休耕 农业发展严重受困 经过地方名义代表争取了40多年 终于获得农水鼠的正面回应 赤字了6100多万元 开工建制了瑞西镇干谢灌溉系统 预计可以扩大灌溉约111.5公顷 顾瑞西镇干谢等灌溉系统建制工程 工程圆满顺利成功 等待超过40年之久 水的怪手挖土开工 满池子的水过门而不入 看得到却吃不到的问题 全都铲除殆尽 部落族人带着农水鼠花馆处长张奇伟 无道欢庆 希望能够借由这次的灌溉用水的一个投入 能够让我们的部落族人 那在未来的灌溉上 能够取得更方便的一个用水 农水鼠花馆处瑞西镇调整池建制至今 由于水泉属于瑞瑞水利战 因此水资源使直通瑞瑞地区农冠使用 致死的红叶村广大农田 无水可用 任期修耕或荒废 农业发展受阻 历届明代积极争取 排除困难后终于在今年取得正果 这个水资源真的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捧刺 因为我们是水源头 而且我们幻想不到一滴水 那么这次很感谢 所有的帮忙的相关单位 我本身物浓 我种古茶树 一些蔬菜 长久以来 如果是说放到旱季 还是夏季 我们用水就很辛苦 有时候是用车辆载水 我们去做人工灌溉 瑞瑞浚干线灌溉系统建制工程 农水属滑馆处赤支6100多万元 披荐约7公里的浚道 改善红叶地区农农访施 瑞瑞与红叶地区共享瑞瑞浚调整池的灌溉水资源 但面对极端气候冲击 届时是否会有用水浸河的问题发生 瑞西浚是我们既有的一个更新改善 红叶就是我们有另辟新的水源 所以不会跟既有的用水产生一个静和的一个效应 今天动工的瑞西浚干线灌溉系统建制工程 处长张其伟强调主要是改善并提升在地灌溉用水的使用效率 若工程没有问题预计将会在今年11月完工 届时将可以扩大灌溉约111.5公顷左右的农地 让部落土地能递进其力提升在地农产业的发展 记者是玉兰万荣采访报道